感受乒乓球的这种魅力 通过训练提高他们的基础水平 对他们今后我想会有更大的好处 对中国的了解会更加的深 所以我想通过一个世界锦标赛 青年世界锦标赛 因为这个以前中国评写从来没有保护 从来没有申办 那我们这是第一次 也通过世界锦标赛的申办 如果我们成功 那我们会通过这个作为一个切子 将会有若干个计划来实施 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提出来还没有很好的认证 有多少个计划可以实施 既能够提高中国的运动员 同时又能提高 实际各部的运动员 让文化球技术的发展水平的提高 这个要回去我们再来研究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设计 申报呢 是国际平年是九月份的戒指 所以我们要申报 在哪个城市 我们要尽快做出来 我相信如果说 通过我们对青少年 运动员的培养计划 这个的重视 通过它 这个我们成功的能够能够举办 再加上我们原来的平方球 这个世界平方球 推广计划的实施 这种结合 我相信中国平起 为世界平方球的发展 是能够做更多的事 或者做一些更多实在的事 这边委员会 我们是王丽勤生理当选 委员会这个新成立的呢 是六位议员是通过国州 来推荐这个投票来协议选 这个五位运动员是国际拼联 点名来当选 我们呢 当时和国际拼联 这个在交流的时候 交换意见的时候 其中提出了 王丽勤作为这个中国的运动员 来参加这个运动员委员会 这个应该说得比 他得到了国际拼联的 当时也得到国际拼联的肯定 实际上也是这样 王丽勤非常当选 而且在这个 这个印度元委员会 当时印度元委员会主席 这个上面也是高票 他当时和这个 桑斯洛夫得的票是相同 最后呢 等一说说 王丽勤迁了 可能因为从语言 从国方面又是第一次当选 所以还是让桑斯洛夫去做 从这一点上看 无论是对王丽勤本人的肯定 还是对中国乒乓球协会的肯定 应该从这一点上能够看 两年吧 应该是吧 到下一届 到下一届 这个呢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 我们必须要按照 国际奥委会 独机拼联 制定的规则 这个 去做 在这个前提底下 应该说 无论是 英语人还是教育人 大家肯定明白 要想参加奥运会 前提是必须打 这个世界的挑战 从教练当中说 包括我们在研究各种方案 因为没比赛以前 谁不知道 因为中国应该随便非常激进 做了若干戈方案来呈生 到现在为止 告诉我们媒体 就是说 现在还在我们 可控范围内 或者说我们运游之中 我已经说过 终极目标 我们是人对王丽 回去以后 中国英语人 奥运会 就是要打一个奥运的预选 第三位 谁去打 最后谁能当选 因为他去打 这个预选 他不是一个人 可能他只能 我们还有一种名门 但是打不会一个人 这个 包括这里面 包括了 他只能打团体 所以这个英语人 就有可能要 但打他说 都要考虑 奥运会 门东奥运会 和北京奥运会 最大的区别是 先塔丹塔 又后塔团体 这个对中国英语人 原来参赛的 或者说习惯来讲 它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我们也要去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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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文队队 对这个 为国之光 这一块 这个做的很多 就是 中国中文队队 为中国的这个 全建签 为 吸引 这么多的中国的 前方的小蓝的 那一块 有没有什么 具体能发展的证明 应该说 计划一直有 做的有错 所以在这一段 说的 可能不仅仅是 中国乒乓球协会 或者说 乒乓球 乒乓球管理中心 商人 国家体育组局 要做好计划 做好推广 其中还有很大的因素 我希望我们媒体 来关注这些事 来宣传这些 确实 经济体育在体育部门 这种体育范畴 经济是一个部分 而不是全部 现在可能 经济体育 因为奥立平的精神 向其限量挑战 向三高挑战 目前经济体育的含量 特别是中国 中国经济体育 中国国际赛场 能够站在最高的 领奖台上 为国家 其增光和民族 天才 确实这个阶段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 我认为 这不是唯一的 更多的我希望是 人人来参与体育 通过体育 对人的 无论是团队的意识 合作的意识 对事物的看法 对困难的这种 对对困难如何去改变 这些对困难的一种 或者说克服这种困难的能力 都可以通过体育来感悟 来引导 确实体育可以对每个人的人生 应该说是影响很大 不是说因为抱体育的来宣传 特别是 随着 国人 生活水平的时候 体育消费意识也来强 大家对其余的渴望参与 大家对其余的渴望参与 也确实比以前要的 希望这样高分 当然这也带给我们 就是我们其余的公共服务 其余的这种管理能力 也提出了性命标准 这些我们都要去做 所以在照外想介绍基督 希望我们媒体朋友 也来一起来观众 这个项目 尤其是全民坚深的发展 要讲具体的 我要讲也讲很多 我们如果逛大乒乓球 来讲乒乓球 从 北京开始到全国 我们有一个 中西南北中 有一个 这个联通合作 名字叫什么 兵临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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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种 待机的比赛 组织起来 广东比赛 给他们积分 这个书 包括青少年体系里面 我们还是 年来培养三级体系 培养体系 从国家到省市到市 到学校 都有理想 但是 你可能打这个区域 选择第三个人 不是一个人 您指的是男队不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项目上 没有一个项目 男队就是男女 这个人只能打团体 我只能告诉你 就是说 国际拼练 这个已经是规定的 就是说 除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原来 积分最高 已经被 这个 确定的 前两个 运动员 因为 意外的伤病 不能传交 这个时候可以往上提 正常的 我们要参加预选择 在这边 怎能去打团体 原来上 因为上界就是 王达和 那个 原来 参加预选择 只有一个人 男单一个 女单一个 现在我刚才听您的意思 是不是现在男单 可以参加几个人去打 啊 告诉你 李总 就是这样的就是 您在你昨年的时候 讲述有个 推荒计划的时候 曾经提到 我们除了核心的内容 不能够给别人以外 其他人都可以教育 但是现在 对手的反复的价格 是说 他们在青少年 这一块 可以战胜 这不是我的战胜 那最难的一块 就是青少年 转为 承认 这个最高精尖的 他们没有 但是他们又希望 说 你最大的 当然可以开放 你们可以呼吁 可以给他们讲 欧洲 现在最大的问题 绝不是我不开放 而是他们 对乒乓球的理念上 仍然 还是一样 没有太大的变 无论是教练员的定位 不认识他们 训练 包括比赛 他们还是有比赛 而比赛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仅仅是从技术层面来做 而没有从全方位去进行 提高 所以欧洲的发展 原来是女县府变化不大 这样的老营工员 老的技术拿法 现在男县员 也有这么一个倾向 当然也出来几个年轻 但是没有其他变化 就是说 欧洲的营导员现在更多的还是在跟 没有太多的心 不像中国的营导员 你说 譬如说 现在张基克所 张基克一定要被网民提出 一定有自己的特殊 一定有自己的特殊